今天晚上的电视剧《幕后之王》当中 布小谷和淳于乔分手 因为工作又在见面 两人将如何相处呢 来看看 通海集团决定大力开展虚拟现实综艺 为了不让星天娱乐参与其中吃大亏 玉海伦找来淳于乔和布小谷帮忙 而这也是他们在分手后第一次碰面 海伦 我能够理解你的想法 但是以我对东海的了解 你这种软性的抵抗不会有用 而且最近我对东海集团也有过一些了解 他们有可能会把个人的利益摆在工作前头 内部的一些人可能为了达到目的会不做手段 尽管感情的事让两人都受了伤 但为了帮助海伦 他们还是决定共同帮助星天渡过难关 在一个起到关键性作用的饭剧中 喝多了的布小谷看到前男友淳于乔 还是忍不住表达出自己心中的爱慕之情 我真的特别喜欢你 你能不能让我再多抱一会 去多抱一会 然后你要答应我 以后别再穿这么好看出来 但我挺开心的 再多抱一会 你大放点 你大放点 明白布小谷新一后的淳于乔 会选择与他复合吗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收看每晚在东方卫视播出的 《幕后之王》 记者姚明明编辑报道 《幕后之王》